法国羽毛球公开赛即将开战 从女当签表来看 世界排名前两位的伤口签和戴志颖 将继续阵守上下棒区 也就是说两人只有在决赛中才有可能相遇 实际上2017年的法国赛女当决赛 他们二人就成碰面 当时小戴打出了疯狂的进攻盛宴 当局甚至让伤口签仅仅拿到4分 下面就一起再来欣赏下小戴的精彩表演吧 第一局比赛上来 小戴的进攻欲望就十分强烈 这个回合小戴将自己招牌的进攻手段 全部展现出来 劈掉往前勾对角 最后的停顿更是让伤口签望扬心探 开局0比6后 伤口签突然提速终于拿了一分 小戴连续的批掉太写意了 伤口签毕竟那时候才20岁 技术还不够成熟 虽然他的跑动很积极 但步伐还是有点乱 完全跟不上小戴的节奏 你看这种球完全就是惊艳问题了 小戴放完后已经在往前等着了 结果伤口签还舒舒服服的将球勾给对方 再度杀窗 大比分落后的伤口签越打越急 跳杀连续出戒 小戴这种进攻实在太长爆了 招牌式的往前勾对角 又一次细耍了对手 随着伤口签推后场出戒 第一局戴智颖以21比4的悬疏比分轻松胜出 进入第二局伤口签试图通过提速来打乱小戴的节奏 但当时正值年龄巅峰的小戴速度可一点都不需要 这个回合小戴又是靠着自己潇洒的反派得分 三口签终于在往前占了回便宜 跟首局相比 三口签的进攻感觉还是回暖了的 但在往前球的比拼中 他真是频频被小戴拿捏 这个回合 就是两人本场比赛的真实写照 小戴攻防两端都做得十分到位 而三口签即便是机会球也无法把握住 好 小代的扑杀打到对方身上 随后第一时间上前道歉 真是球技与球品俱佳的一位选手 这有哪里 这有哪里 那这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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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能是全场比赛最精彩的一个回合 双方来回奔跑各种汪腰防守 小戴失误后自己都笑了 比赛的最后时刻 小戴又是将自己进攻档的十八般武艺展现出来 连续的放网逼迫对方起高球 最后精准点杀得手 最终小戴轻松拿下比赛夺得了冠军 此一戴志颖可以说全方位吊打了伤口线 两人的差距确实太大了 今年的法国公开赛也期待小戴能够再次登顶